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最近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报道了中国科学家搞的一个黑科技 这个黑科技是什么内容呢 它是研究用激光的方式来提高超音速 甚至是高超音速导弹和飞机的飞行速度及航程 这个据报道称啊 中国某大学的一个激光专家小组 想出了一个降低激波阻力以提升飞行器飞行速度航程的这么一个新的方案 这个方案的核心技术呢 就是用激光器来照射高超音速飞机或者是导弹弹头前方的空气 使它呢发生电离 这样一种电离的气体可以称为物质的第四态 也就是固态 液态 气态等离子体态 那么一旦在飞行器的前方或者是它的表面出现了等离子体态 那么将对飞机的气动核心产生影响 比如说声力会变化 阻力会变化 那么从而影响到它的飞行速度射程或者是航程 当然对待的操控也会发生相应的影响 那么用等离子体技术实现隐身 这个呢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开发 那么用等离子体对飞机进行控制也产生了很多的研究成果 比如说咱们国家一些科研部门院校就曾经开发过 用等离子体来控制无人机的相应的技术措施 甚至能够用等离子体的办法来除冰 防冰 可以说未来在空气动力学的领域会出现一种等离子体空气动力学 这么一个方向 中国的某大学所研究的这么一个成果 发表在湘京的科技期刊上 而且呢迅速的被外国的媒体所转载 并且呢做了相应的报道和研究 那么这个由中国科研人员所提出和试验的 采用激光等离子体技术改善飞行器 气动性能的方案到底有些什么这样的特点呢 首先它用一种高能的激光器 像这个导弹的弹头前方或者机头前方 这个发射高能激光 让前方这些气流呢产生电离变成等离子体 飞机坐超音速甚至是跨音速飞行的时候呢 就会在机体表面机头的前方产生一系列的激波 那么激波的出现对飞行器的阻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跨音速段开始它的飞行阻力就会急剧提高 从而对飞行器或者导弹的巡航飞行构成极大的影响 阻力越大耗能越高 射程或者航程呢就越短 那么他们搞的这个装置是在超音速5倍以上的飞行器的前方 配上高能激光发射器 而且它发射的时间很短 能量非常大 相当集中 从而呢 在激波这个附近呢 让气体电离 我们知道激波呢 是气体产生的一种现象 特别是超音速飞机和高速音速飞机 它们的机头弹头和弹翼机翼的前缘 往往都会产生非常强的激波 那么激波的出现必然会产生非常大的激波阻力 这对飞机的突防以及导弹的远程飞行构成相当不利的影响 那么如果把激波附近的气流 你给它电离了 那么就改变了它的物理特性 比如说它的密度温度压力都发生改变 机头前方机翼前方或者弹翼表面的激波呢 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那么这个改变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根据试验 它的飞行阻力可以降低70% 到90% 那么采用不同的高能激光器 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发射的时间越短 能量越高 可能获得的好处就越大 那么如果你激波阻力降低了百分之七八十 就有助于它们大大的改善它的飞行状态 使它的射程航程明显提高 这对于未来高超运速武器系统和高超运速飞行器的研发 应该说注入了一个新的活力 那么中国的科学家会不会在这个新的领域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 从而引领世界潮流呢 我们期待的那一天的到来 好 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兴趣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